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8月11日星期四 昨天呢有一个大消息啊,美国是特别的兴奋 或者说呢美国的民主党或者说是拜登是特别的兴奋 那拜登呢昨天兴奋的宣誓说呢 我们这个月,也就是上个月啊,7月份的通货膨胀增长0% 还有说啊,0啊0啊0,0就是没有增长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啊 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是怎么说的 美国之音的报道是说呢,美国通胀略有下滑 但依然高达8.5% 那么拜登为什么说是0呢 然后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 油价向滑让美国人从上个月的高通胀中略有缓解 但是总体价格增长比6月份40年来的新高仅略微的减缓 美国政府星期三说 7月份消费价格较一年前增加6.5% 比6月份9.1%的年比略有下降 就是6月份的时候呢 比上一年的6月份是增加了9.1% 7月份比上年的7月份增加了8.5% 这个增加的比去年同比增加的幅度呢 降低了 那拜登说的0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说消费价格6月到7月的月比没有变化 是两年多来的最小增幅 就是7月份比6月份没有增加 7月份比6月份的增加呢 是0 所以呢 拜登啊 非常开心啊 说我们7月份的增长是0 他呢 就拿这个最抓人眼球这个数字啊 来护侬老百姓 让老百姓一看呢 哎呀 百分之零 好开心啊 没有增加 然后美国之音说呢 但是啊 普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然是上涨的 让大部分美国人受害 平均薪资的增幅要高于过去几十年 但是依然无法弥补食品 房租 汽车和医疗服务等的价格增幅 排除动荡的食品和能源类别 上月所谓的核心价格比六月份近增长 百分之零点三 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零啊 就是说呢 核心价格比六月份增长百分之零点三 那拜登呢 就给他忽略了 四舍五入就舍掉了 就是百分之零 说7月份的核心价格呢 与一年前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九 和六月份呢 和一年前的核心价格相比是相同的 那么拜登总统指出油价下滑 显示他的大量释放国家战略储备油等政策 正在帮助减轻紧缩美国人财务的高物价 尤其是低收入的美国人以及黑人和西班牙 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 他认为呢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就是他的功劳 是因为他释放了大量的石油的战略储备 才有了这个结果 不过呢 这个物件呀 确实是因为石油的价格下降了 所以才带动了其他的所有的价格下降 因为你行行业业呀 都离不开这个能源 对吧 你这个石油价格下降了 那些个交通运输工具 他们的成本就下降了 那运输环节的成本下降了 终端的那个物价 它自然也就下降了吗 另外呢 因为这个能源价格的下降 生产的成本也下降 所以呢 总体来说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速度呢 就减慢了 那么这个石油是不是因为 拜登的功劳才下降了呢 那么我注意到7月份 加拿大的这个油价呀 确实也下降了 但是我打听了一下 为什么加拿大的油价下降了呢 说加拿大取消了一个燃油税 取消了一项税 造成了这个油价的下降 那么从国际上来看 这个油价是什么情况呢 从国际上来看呢 原油的价格呢 也是下降的 那我就看到 在美国这个CPI公布之前呀 美国的CPI也是昨天刚公布的啊 在他公布之前 8月8号的时候 中国的环球网发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国际油价大跌 已跌至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现在原油的价格呢 已经在大跌了 已经和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是一样的 那么拜登你就不能再怪这个俄乌冲突了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降到了 和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一样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容 这内容就说呢 原油市场方面呢 尽管原油现货供应持续紧张 但是市场对于发达经济体出现滞胀 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投资者不断减仓 以提前应对需求可能大幅下滑的局面 就导致了国际油价 上周就创出了今年4月1日以来的 最大的单周的跌幅 其中呢 纽约的油价累计下跌是9.74% 布伦特的原油的价格呢 累计下跌了8.7% 到8月8号为止呢 国际油价已经跌到今年2月初 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那么我查了一下 今天的原油价格呢 是90几块钱啊 是两位数啊 很显然呢 已经降的比较低了 那么8月8号 美国的CPI的数据还没有公布之前 环球网的这篇文章 它是如何来预计的呢 说是呢 经济数据方面呢 上周五公布的 美国7月新增的非农就业人数 达到了52.8万 远远高于市场的预期 这意味着美国经济仍然能继续承受美联储激进加息 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呢 9月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远高于加息50个基点 而美联储是否会维持激进加息的路径 很可能取决于本周三公布的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CPI 那么现在呢 它这个已经公布了 一会儿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是怎么说的 彭博社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7月的CPI同比增幅可能从6月10的破九回到超八的区间 但是核心CPI的同比增幅或将维持上行的趋势 此外 美国能源信息局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本周将分别发布月度原油市场的报告 他们对全球原油需求的展望值得投资者密切的关注 那么刚才呢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那个核心价格 核心价格的增幅呢 并没有像彭博社所这个预期的那样 而我们根据这篇文章的分析呢 这个原油价格的下降 也跟拜登的这个政策 拜登的做法是没有关系的 是和投资者对市场对经济的这个担忧有关系的 好 那是拜登的看法呢 那么美国的共和党人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美国之音说呀 但是共和党人强调持续的高通涨是中期国会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 民调显示价格升高导致了拜登支持率大幅的下降 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价格这个月是0% 然后拜登呢是相当的高兴 兴奋的不得了 觉得呢这个0%呢能够挽救他中期选举的这个民意支持率 那么我们就看到呢 拜登只是提到了说呢 他释放了大量的美国的战略储备油 但是他并没有提他去中东行那一次带来了什么样的成绩 还记得他去了中东一趟 回来以后或者在那的时候呢 就通过媒体宣传说沙特答应增产 而实际上沙特呢并没有答应增产 而且呢拜登中东行的时候呢 也受到了冷遇 他去沙特访问的时候呢 沙特的国王以及王储全都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他 只是一个省长到机场去迎接 这次佩洛西去韩国受到了冷遇 掀起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注度 全世界都看了他的笑话 美国至今还对韩国给予佩洛西 他们的第三号人物的这种冷遇呢 还有点接受不了 觉得特别没面子 现在媒体呢仍然呢在讨论 觉得韩国呢是对美国的一个侮辱 可是之前拜登到中东去的时候 不是也一样受到了冷遇吗 尤其是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现在传出来了一种说法 说啊习近平下周的时候会到沙特去访问 这是英国的卫报报出来的这个消息 当记者今天向中国的外交部求证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部回应说 关于习近平访问沙特的媒体报道 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否认 那就是承认了 他并没有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件事情呢纯属一个谣言 没有那么说呀 那就是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个礼拜的时候呢 要去访问沙特阿勒伯这件事情呢 是确有其事的 我们就知道习近平呢 是很多年好几年没有出国进行访问了 这是在疫情爆发以来 他第一次出国访问 那么沙特呢 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邀请习近平到沙特访问的 好多国家都邀请习近平出国访问 但是呢 看来习近平是很给这个沙特面子的 不过呢 这并不是一个面子问题啊 这是在中东影响力的一个问题 那么拜登前不久刚去了这个中东 习近平这次又去沙特 会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啊 大得去了 据这个卫报报道啊 卫报报道呢 是这样说的啊 卫报报道说 预计沙特阿勒伯将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 规格可以相当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宣誓就职以来首次访问该国 这与现总统拜登在沙特阿拉伯所受到了冷遇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都是这个美国之音说的啊 这是美国之音的原话啊 拜登在沙特阿拉伯受到低调的接待 拜登未能说服沙特阿拉伯增加对美国的石油出口 这显示出拜登与沙特实际领导人王储 沙特阿拉伯的本萨勒曼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而与中国的关系逐渐的升温 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呀 正在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预计习近平将要访问首都利亚德港口城市吉达 以及正在规划中的新未来城 说沙特阿拉伯现在呢 正在悬挂上千幅的中文的标语 并且呢 在准备好高规格的接待 习近平疫情呢 要带来的数百名的政府要员 这都是英国的卫报报道的 习近平呢 就在这个疫情之前不久吧 去朝鲜访问的时候 朝鲜给了他一个非常盛大一个欢迎仪式 还记得吗 那么这次去沙特呢 我们从卫报的报道来看 沙特是准备给他一个很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到时候会满街挂满了那些欢迎的标语 而且那标语呢 都是用中文 到时候你说拜登的老脸往哪搁 美国人的面子呢 又会掉一地 如果说韩国还只是打脸他的第三号人物的话 那沙特就直接打脸他的第一号人物啊 你说美国的实力是不是下降到了哪里去了呢 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到了哪里去了呢 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下降到了哪里去了呢 我昨天还是前天 前天的时候还跟大家说了 美国呢 现在还要极力的和中国 在南太平洋那些岛国当中争夺影响力 美国和日本还有澳大利亚前两天就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一个仪式 来纪念美国和他的盟军与日本在所罗门群岛当中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岛进行的二战时候的那个战役 这个仪式呢 美国还拉着日本来参加这个仪式 这不就是打日本的脸吗 可是日本呢 为了帮美国撑场子 不顾自己想当年所受到的那种失败的羞辱 而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真的是豁出去那个脸了 向上的那脸都不要了 完全都不要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仪式啊 这个二战时候的这个事件呢 就是美国及其盟军和日本之间的一个战役 和所罗门群岛其实是没有关系 但是所罗门群岛的官方没有人去参加 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大脸啊 沙特韩国所罗门群岛 这些大国也好 是中等国家也好 小国也好 都不买美国的账了 都不给他这脸了 不仅不给脸 就是打脸 你说美国 美国的自信啊 我相信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次中国封锁台湾岛的这个演习 就是丝毫不怕他放在眼里啊 我不管你有这个航空母舰在旁边 我照样演我的 我的导弹照样是发射 我想落在哪里 我就落在哪里 中国的东部战区有说呢 我中国现在呢 我想打哪里 我就打哪里 我想怎么打 我就怎么打 和你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结果美国说什么 美国第一 我不害怕 第二 我不上钩 第三 我不会让 这全都是一些呢 硬撑的一些硬化 都是一些口号 一点用都没有 拜登上台以后呢 可谓说是非常失败的 对内对外 全都是失败的 现在拜登拿中国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拜登为了解决他国内的问题 他不仅仅会说 去伤害这个中国的利益 他同时呢 他也不惜伤害他的同盟伙伴的关系 伤害自己的小兄弟近邻 向加拿大墨西哥的利益 也全然不过 拜登说呢 7月份他们的经济 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能够给他稳定住 你看他们的要求有多低啊 这个期望值也太低了吧 只要是比上个月的通胀呢 上升到可以忽略不计 他就很高兴了 然后他说呢 这一个是依赖于他在石油上的一个这个做法 另外呢 还是他推出来的这个重振美国的什么芯片补贴法呀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这个汽车补贴法呀 等等这些 那这个汽车补贴的这个呢 他推出已经是有 他的推出呢 已经有一两个月了 他这个推出呢 就是除了把中国排除在这个产业链之外以外 也伤害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 因为他就说呢 对于那些不用中国的电池 以及电池原材料的那些企业会进行补贴 这是对向中国的 另外呢 还有一条 对于本国产的电动汽车给予补贴 那就是排除谁啊 那排除加拿大和墨西哥啊 因为美国的这个汽车产业呢 联系最大的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呀 本来这三个国家长期以来有那种官贸协议 那个官贸协定里面呢 就规定这三个国家是通力协作的 在汽车产业是有分工的 就因为这个分工协作呢 非常好 那加拿大呢 从来都没有想过有自己的汽车品牌 加拿大是没有自己的汽车品牌的 就为美国服务 生产的都是美国的汽车 结果呢 他就说呢 现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汽车才有补贴 在加拿大就没有补贴 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强烈的抗议 觉得这是违背我们之间的这个官贸协议的 你不信守诺言 没有信誉 可是美国在乎他的信誉不信誉吗 美国从来都不在乎自己的信誉 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 总是以借口说中国对企业呢进行补贴 中国有很多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呢 都是受到政府的补贴的 所以他要制裁 有的呢就连那眼都没有 根本就不是国有企业 你像华为他为了打压华为 他非得说的 华为是军工企业 华为是中国军队背景 哪里有什么军队背景啊 不就是老胡以前当过兵吗 老胡以前当过兵 他的企业就是这个军队企业啊 那我以前还当过兵呢 难道我这个频道是中国军队的频道吗 对 这完全是没有道理 胡搅蛮沉 加拿大难道不知道他这一点吗 有些国家呢 就是为了抱美国的大腿 助肘为虐 这是加拿大 我对加拿大呢 我真的是 真的是不明白 这是加拿大 你对美国你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可以去拍他 你有办法的时候 为什么要拍他 我昨天要跟大家说哈 加拿大在南美的那个涅矿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公司要收购 而不是涅矿 是锂矿了 中国要收购这个锂矿 那加拿大的在野党 保守党 就要求这个执政党 叫停这个项目 说这个伤害到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那执政党呢 就认为这个并没有伤害 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中国要买的这个锂矿呢 它是一个碳酸锂的一个矿 而加拿大生产这个锂电池 所用的那个锂呢 是氢氧化锂 所以加拿大政府呢 就是说这个不影响加拿大的这个产业 然后保守党说什么 保守党说 美国已经说了 所有中国的在这个汽车电池这个行业 都是这个打击的目标 美国说影响就影响 这是加拿大 这不是典型的舔狗吗 加拿大主权在哪里啊 美国说影响就影响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说啊 加拿大如果说 在这些方面倒了霉的话 你都会觉得好像活该倒霉啊 如果中国人都觉得 加拿大活该倒霉的话 我一点都不愿这些人 主要是那些保守党 执政党是自由党 自由党就还好了 也是因为加拿大的自由党政府 没有那么的甜美 没有保守党那么的甜美 所以呢 就受到了保守党联合美国 来攻击加拿大的这个自由党 经常搞一些类似于颜色革命的事情 然后说到颜色革命呢 那么就来说一说美国的颜色革命 美国这个颜色革命呢 又有可能叙事待发呀 那么前两年呢 因为弗洛伊德那个事情 美国就爆发了黑人的命 也是命的那个美丽的风景线 现在呢 美国的美丽风景线恐怕又要来了哟 那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 就是这次这个FBI 对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的那个大搜查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啊 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 8日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也就是FBI突击搜查以后 美国网络上出现大量的对FBI和司法部人士的威胁 对此FBI的局长克里斯多夫雷 在10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回应说 说这种做法是可悲而且危险的 他说呀 在FBI执行了这个任务以后呢 他说我一直都关注对司法部门的威胁 说对司法部门的暴力不是答案 无论你是对谁不满 那对司法部门的暴力不是答案 什么是答案 什么是答案 我经常说呀 因为这种体制的原因啊 所谓的民主他就是打群架 就是打群架 就是共和党这一帮人和民主党这一帮人呢 一个对立 一个互私 那平常呢就是造谣攻击 有的时候呢就用法律的这个手段来进行这种斗争 有的时候呢 严重了就会出现暴力了 那么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两派互相之间的斗争啊 就在1月6号共和党那边在冲进立法会的时候 中信国会的时候 那里面就有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那些人 在国会山前面的广场上互相对峙 他们的矛盾是很尖锐的 选举投票的时候 在有一些投票点的外面 这两派就是剑马弩张 经常会有这种肢体的冲突啊 矛盾是非常激烈的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矛盾 能解决吗 解决不了 这个FBI的局长说呢 暴力不是答案 他没有答案 你找不到答案 说在这个特朗普被抄家以后啊 美国网络上就出现了大量的 针对执法人员的威胁和号召的内容啊 有的说什么子弹以上堂这样的口号到处都是 还有什么呼吁刺杀FBI的特工啊 刺杀美国司法部长啊 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有的人又在社交媒体上说 只需要一个电话数百万人将武装起来夺回这个国家 这将在两周内结束 这是美国现在呢 真的是撕裂到了一定的程度啊 还不仅仅是这两派之间的 还有很多黑人命也是命呢 是因为社会对黑人的歧视 制度性的歧视 警察队伍对黑人的歧视 那还有疫情期间 特朗普挑起来了对中国人对亚裔的这种歧视呢 自从特朗普挑起来对亚裔的仇视以后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美国对亚裔的犯罪是大幅增加的 只不过亚裔呢都比较老实 亚裔呢比较尊重法律 没有出现像黑人的命也是命啊 安提法呀 还有白人至上啊 他们那些的组织的那种激烈的那种行动 也或者说呢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呢 也照样会爆发 某一个事件有可能就会造成 正像这个有的人说的 只需要一个电话 数百万人将武装起来夺回这个国家 什么叫夺回这个国家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那个党魁 他就说了 中期选举 他们夺取了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以后 那他这个党魁就成为了议长 完了以后 他是会报复的 他就有权利发起对拜登的弹劾 拜登他儿子那个事情呢 绝对是弹劾拜登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理由 因为证据已经都有了呀 他儿子的那个电脑里面的那些 都是证据啊 他儿子在境外受贿 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很容易证明 然后呢 在那些文件里面 就证明拜登在里面也是有利益的 里面所说的big guy 就是指的拜登呢 毫无疑问 你如果去问那些陪审团 你问说 这里面所说的big guy是谁 那陪审团里面有一个算一个 都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能够相信 这就是指拜登 到时候中期选举以后呢 共和党很容易把拜登推下去 但是呢 就是他那个副总统啊 能不能推下去 有没有理由把他给推下去 那可能是一个问题 作为我来说呢 我最希望是把拜登推下去 但是呢 不把贺锦丽推下去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如果把贺锦丽推下去的话 那就是共和党上台 共和党上台以后呢 比民主党会更加的极端 甚至呢 都会发动战争 但是如果说贺锦丽不被推下去的话 会帮助美国迅速的走向这个衰落 因为那贺锦丽呢 就是一个傻子 你看他每次他遇到一个什么事 他就会傻笑 他比以前的那个Sara Palin啊 好不到哪去 都是傻子 拜登就是特别坏 拜登选的时候呢 他就选这种傻子 这种傻子 他会对他没有威胁吗 因为他已经是老年痴呆 已经够傻的了 你不能搞一个能力非常强 对吧 超过他的人 那不行 你得找一个呢 比较听话的 他也得从川普那会儿的 那个彭斯不听川普那一套 也必须得从那个来吸取教训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